你好,欢迎收看10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2021台北国际夏季即秋季联合旅展 1号在台北市贸易馆登场 花莲县长徐真卫 无党籍立委傅坤奇 与台湾旅游交流协会理事长 出席花莲县摊位活动开幕 县长表示 秋冬之际 花莲县安排许多户外的活动 也欢迎大家来到好山好水美丽的花莲来旅游 2021台北夏季即秋季联合旅展 1号登场 这也是台湾COVID-19疫情逐渐解封之后 首度开跑的实体旅展 包括全台市商乡镇市政府200家厂商 450个摊位都在遵守防疫的指导之下 祭出各项农历年前的早鸟优惠 振兴五倍券预购方案 还有热线的五星住宿券以及餐券等等 希望加码沉淀已久的旅游市场出入活力 现在许中尉表示 台湾有8分之的土地在花莲 绿植被超过8成 虽然没有高铁捷运 但是五分钟就可以想象下海 也是疫情过后 疗愈身心灵的最佳首选 这次这个盛大的也带了我们非常多的团队来到台北来参加台北的夏秋季的旅展 当然我们希望把花莲的美好推荐给大家 尤其是在秋天我们稍稍去寒意的时候 其实可以到花莲来泡温泉 而10月2号更是我们的这个英雄美人双拳着暖的这个主题活动 尤其在安通您可以泡泡我们美人泉 在我们瑞穗可以泡泡我们的英雄汤 当然让身体循环很好 让我们增强抵抗力 也提高免疫力 所以在疫情的后疫情时代 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好 所以来花莲泡双汤 让米衰当当 那在这里当然我们也结合了我们的五倍券 无论是我们的国民旅游跟团客的部分 我们更有这个加码500万 还有这个抽奖以及花莲好Q的活动 那对于自由行我们一家大小要劳单来到花莲 无论是赏星空露营 或者是到民宿以及到山边海边 那另外在星级饭店我们也都有配套 当然也有抽百万名车和加花莲好Q 以及我们各大商圈的合作 所以花莲的下半年 除了我们双拳着暖以外 更有我们的红面鸭 以及12月的太平洋观光季 从我们的这个幸福耶旦花莲城开始 再来到从26号到跨年元旦 都有连续六天的盛大的这个加年华的活动 所以欢迎大家记得 您要您的身体健康 您爱您的家人 就买一张火车票 可以来到花莲来旅游 如果跟家庭一起旅游的话 开着您的小车子 也可以到花莲来自由行 都是非常宜人的 尤其在美丽的秋季 2021台北国际夏季及秋季联合旅展 1号在台北市馆一馆登场 先来徐政卫 武党及立委傅坤其道场 参观花莲摊位 夏秋之际 花莲先安排许多户外的活动 也欢迎大家来到好山好水 美丽的花莲来旅游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